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更是一份诚堂证供 一份暗含教训的病理 一份赎罪的艺术品 它完全归属于一个脸人胸膛灼热的名字 罗丽塔 罗丽塔是罗伯特的生命之光 欲望之火 是灵魂与罪恶的融合 漫长旅途中的禁忌之恋 拉开了人性中薄围沉溢的欲念 又不断地用放纵使它膨胀丰满 贪婪的果实在晴天白日下 不断地涌动着迷狂的火石 弥天的大雾中 满脸血迹的亨伯特 手中不断地转动着罗丽塔的发卡 车尾摇摇晃晃地扯开了无尽的绿叶 正是车子的左摇右摆 它的手枪从座位上滑落 此时的亨伯特已经失去了全部力气 它一头靠在车窗上 享受着精神与肉体奄奄一息的平静 但是它的思绪却异常地活跃 从1921年 那个惹人心弦的盛夏开始 回忆的湖水渐渐地将亨伯特淹没 如果14岁那年 亨伯特没有遇见安娜贝拉 便不会有后来的罗丽塔 亨伯特确定 就是那惊鸿一瞥 让它与安娜贝拉双双坠入了爱河 海风过境 转开了少年的青春懵懂 安娜贝拉手中扬起的沙 慢慢变成了亨伯特眼中的 撩人的油丝 在小木屋中 旅人踩着软沙的声音 并不影响两人的跃跃欲试 亨伯特扯下安娜贝拉 短裤上蓝色的蝴蝶结 也扯下了少年 出长静果的羞涩 采云一散 琉璃一碎 四个月后 安娜贝拉死于一场伤寒 而这场伤寒 也将亨伯特永久地 禁锢在了14岁的夏天 自此 亨伯特身体中盛大的爱意 怂恿他不断地寻找 那个叫做安娜贝拉的女孩 直到亨伯特 并不情愿地抛开童年 但这种怂恿 却一发疯狂 慢慢地结成一道 永不愈合的双疤 与亨伯特的人生 一同行进 人间再无天使安娜贝拉 但是上帝在无意中 散落人间的一粒珍珠 却跳动成了魔女罗莉塔 1974年 亨伯特接受了 比尔兹利大学的执教 在开学之前 他可以肆意地挥霍着 一个漫长的假期 他想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写完自己的长书 但命运弄人 一场大火 便让亨伯特寻找到的房子 只剩下潦草的框架 亨伯特别无他法 只好另寻住处 此时的亨伯特还不知道 命运正在引导他偏离航道 海兹太太面对绅士的亨伯特 眼睛里早就抛下了 沉重又甜蜜的毛 但很显然 亨伯特对于海兹太太的殷勤 有些无所适从 尤其是看到凌乱的居住环境 更是慌乱中 找到一个由头要走 但海兹太太 不会让盗嘴的鸭丝乱飞 于是用尽浑身解数 将亨伯特引到后花园 他希望这里的宁静 能够让亨伯特心甘情愿地 掏出20美元的房费 而真正勾住亨伯特这艘大船的 竟然是海兹太太的女儿 趴在花园里 看花报的罗莉塔被水星尸 他毫不在意地 让自己的身体轮廓 冲破薄群的束缚 如同一只乳白的蝴蝶 在草坪上震翅 抖落散碎的流光 等人尸碱 亨伯特的眼睛被死死地勾住了 不仅仅是四成相识 跟着海巢推开了软沙 亨伯特的心 在潮湿中 释放了汹涌的魂河 当亨伯特儒雅地 坐在桌子前写书稿时 手里不停地摆弄着 曾在安娜贝拉短裤上 扯下的蝴蝶结布条 俨然 他就是自己笔下 那个充满廉耻感 又无法自控的疯子 而罗莉塔与他来说 就是在心中不断抑郁的 撩人恶魔 面对亨伯特这个陌生的男人 罗莉塔没有什么避讳 随意地脱下睡库 散漫地坐在冰箱前 吃着冰淇淋 时不时地挑逗一下 亨伯特脆弱的神经 坐在他的大腿上嬉笑 将嘴里的口香糖 粘在他的手稿上 亨伯特对于这一切十分受用 他的心在兮兮索索的正条 好像滚落山间的石子 一路轰鸣 又在疼痛中甜蜜的暗笑 大海姿太太 却成为这无声秘密中的一道 厚重门帘 他突然地吼叫 瞬间让罗莉塔 如同一只受惊的小鹿 从亨伯特大腿上跳下 亨伯特手机眼快地 将书稿上的口香糖 放在自己的嘴里咀嚼 他的牙齿 不断地寻找着口水中 残留的少女的痕迹 一日 罗莉塔送来早餐 不安分的腿 夹着亨伯特的腿 面对罗莉塔早熟的调逗 亨伯特耐心地全盘接纳 听着罗莉塔与孩子太太的 讨价还价 亨伯特的心理 更是被少女的叛逆 所深深地吸引 时光 肆意流淌成虚伪的宁静 三人坐在秋千上 各怀鬼胎的盘算 罗莉塔的娃娃 不断地甩在亨伯特大腿上 她想要亨伯特说服妈妈 带自己出去野游 她敏感地知道 只要是亨伯特请求 妈妈一定会买账 因为此时的孩子太太 已经被亨伯特俘获芳心 看着罗莉塔临动的眼睛 亨伯特宠溺地脚械投降 但是事情便没有按照 亨伯特的意愿发展 罗莉塔即将离她远去 亨伯特得知 罗莉塔要去参加野营活动 她的心如同被抽空一般 透过玻璃窗 与罗莉塔的对视 如同鱼钩一般 让罗莉塔逃离车子 疯狂地跑到亨伯特身边 给了她一个绵长的热吻 亨伯特的一切都开始坍塌 随后罗莉塔带着她的灵魂 乘车离开 更让亨伯特震惊的是 孩子太太已经向自己 抛来橄榄枝 要么与她结婚 要么迅速离开 亨伯特毫不犹豫地 成为一个模范丈夫 但这个新婚的坟墓 让亨伯特十分慌乱 为了守住婉节 她只能给孩子太太 投放安眠药 在她的眼里 孩子太太就是一头 充满欲望的母牛 她无福消瘦 让亨伯特逃出孩子太太 魔爪的是自己的手稿 和一场恰如其时的车祸 孩子太太 在亨伯特锁起来的手稿中 发现了她的秘密 她无法再面对 这个觊觎自己女儿的恶魔 但不幸的是 孩子太太因为情绪混乱 刚刚离家就发生了车祸 孩子太太的亡顾 给亨伯特带来的新生 她二话不说 驱车去接罗莉塔 她要带着自己的梦中情人 开启一场漫长的旅程 当罗莉塔百无禁忌的 在亨伯特身后 毫无遮掩地换衣服时 亨伯特的内心骨骚正经 她骗罗莉塔 妈妈在医院中 自己负责带她畅游一番 罗莉塔毫不关心琐事 反倒是坐在亨伯特腿上索吻 亨伯特在罗莉塔面前 不知道什么事拒绝 她早就放下了道德的懒声 任由自己对罗莉塔的欲念 泛滥成灾 但面对罗莉塔的不举小节 亨伯特逐渐有了危机感 在旅馆大堂 罗莉塔随意与陌生人攀谈 而那个陌生人 似乎洞察一切的上帝 含糊不清的话 如同皆是亨伯特的罪恶一般 亨伯特只能落荒而逃 清晨 罗莉塔故作深情的凝视 让亨伯特消弥得一切不安 但当罗莉塔对亨伯特说着 自己在野营时所做的荒唐事实 亨伯特又是安自一阵恼火 直到罗莉塔提议 她要重演自己的把戏时 亨伯特像一个被摆弄的玩偶一般自在 她终于如愿以偿 又光明正大的 贪食的垂涎已久的红樱桃 抛下伦理与世俗眼光的压制 亨伯特开始缝补自己的裂痕 但是亨伯特逐渐发现 自己开始变得矛盾 她忍不住地吃醋 她质问 罗莉塔的情人到底有多少 随后 可怕的压抑在一次又一次的情话挑逗下 被吞噬 直到罗莉塔要给妈妈打电话时 亨伯特才意识到 自己的谎言已经走投无路 她不得不对罗莉塔坦诚交代 而独属于亨伯特的安慰方式 就是对于罗莉塔温柔的占有 亨伯特对于罗莉塔的宠溺 已经到了无疑附加的程度 当亨伯特在开车时 罗莉塔肆意地将车里的东西 撒在亨伯特的头上 并且一双脚 捣乱又暧昧地蹬着亨伯特的脸 听着罗莉塔清脆的笑声 亨伯特也变得十分享受 最终 亨伯特带罗莉塔回到了自己任教的地方 亨伯特一面扮演秘密情人 一面又成为了标准的家庭主夫 亨伯特享受着拥有罗莉塔的人间天堂 他人为地忽略一切争吵 麻烦与荒唐 直到罗莉塔用挑逗的方式 又或又威胁亨伯特多要零花钱时 亨伯特节节败退 应允了罗莉塔的要求 但罗莉塔开始得寸进尺 他想要去演话剧 亨伯特不敢把自己的金丝却放出去 不断地拒绝 但又可想而知地投降 当亨伯特不放心地前来观看 罗莉塔的话剧排练时 他感觉到罗莉塔正在长出翅膀 而他心里明白 这双翅膀会把罗莉塔带到一个 很远很远的地方 但是亨伯特不知道的是 同时注视罗莉塔的 还有那个著名的剧作家 奎尔蒂 亨伯特更加确定自己的判断 罗莉塔在偷偷攒钱 亨伯特的每一次瘫痪 都要向罗莉塔支付一定的价钱 并且 罗莉塔还会在亨伯特处于信头上时 坐地起家 而当亨伯特得知 罗莉塔撬了钢琴课时 亨伯特知道 自己已经逐渐失去了 对于罗莉塔的掌控 在亨伯特的威胁下 罗莉塔开始歇斯底里 他不断地咒骂亨伯特 是一个杀人凶手 即使亨伯特的道歉 也没让罗莉塔回心转意 他像一只学飞的幼鸟一般 固执地出逃 亨伯特在大雨中 无望地寻找 终于他看到了罗莉塔的身影 而罗莉塔破天荒地 选择与亨伯特和好 同时提议离开这里 重新回到只有两人的旅程中 亨伯特如获至宝一般 应允罗莉塔所说的一切 并欣然接受 由罗莉塔安排旅程 但令亨伯特十分懊恼的是 两个人已经被警探盯上 尤其是在公路商店停车休息时 罗莉塔与一个陌生的男人说话 更加让亨伯特意识到 事出反常 但火速驱车离开的亨伯特 并没能挽救一切 一路奔波后 两人终于在一家旅馆停下休息 为了缓解恐慌与尴尬的气氛 亨伯特提议出去给罗莉塔买些零食 但是兴致冲冲回到旅馆的亨伯特 却发现罗莉塔背着自己出去过 满脚的烂泥 口红已经被蹭到脸上 亨伯特凭借着自己对于罗莉塔的了解 他知道罗莉塔做了什么 但是他要罗莉塔亲口说出来 那个人的名字 他发疯又乞讨一般 把罗莉塔压在身下 不断地请求罗莉塔说出真相 但罗莉塔如同看着小丑一般 看着亨伯特 亨伯特开始做噩梦 但是真正的噩梦 是他失去的罗莉塔 罗莉塔生病住进了一家医院 但是第二天 亨伯特被告知 罗莉塔被他的古斯塔夫叔叔带走 亨伯特失去理智 他知道自己落入了 罗莉塔与别人精心布置的骗局中 亨伯特妄图在曾经的旅途中 找到罗莉塔的蛛丝马迹 可直到三年后 罗莉塔的一封信 才让亨伯特从自我营造的冬眠中苏醒 罗莉塔已经怀孕 但眼下已经和丈夫到了山穷水尽的程度 他不得已向亨伯特发出求救 亨伯特看着臃肿黯淡的罗莉塔 他的心酸与愧疚无限喜难 但是听到罗莉塔不愿与自己离开的绝情话时 亨伯特再一次跌进脸东 他迫切地要知道 曾经把罗莉塔从自己身边骗走的人是谁 罗莉塔只说 那是一个真正令他欣赏到疯狂的男人 而他正是那个在旅馆中 揭穿亨伯特行径的剧作家奎尔蒂 亨伯特不知道 自己竟然早就和他交过手 也正是因为一时的大意 才导致自己永世所爱 罗莉塔看着亨伯特自我沉浸般地说道 奎尔蒂拍下了一种少女循环 但是自己并没有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亨伯特看着罗莉塔想要寻找昔日的影子 但是罗莉塔早已经不是独属于自己的精灵 亨伯特的恨一时之间全然转嫁到了奎尔蒂身上 他用自己的枪结束了败类奎尔蒂的生命 但这种结束来得太迟 他与罗莉塔的命运轨迹早就成为了平行线 直到警车的鸣笛 才让亨伯特意识到 救赎已经存在 但却不能长久 亨伯特畸形的爱慕让自己沉沦 但在罗莉塔的眼里 万事刺激才是宗旨 一切的不道德被掩盖在爱的外壳下 当充满欲望的原罪被光影无情放大 人退化成了愚蠢的野兽 但当欲望破产 留下的就只有不可改写的悲剧 艺术的华丽升华 掩盖不了堕落者的罪恶 禁忌之所以称为禁忌 只在于以醒目的方式 为后来人敲响警钟